水浒传第六十回 公孙圣盲荡山降魔 朝天王 增头是重剑 攻打历史悠久的黑帮根据地盲荡山 你没有点真功夫 怎么行啊 不过公孙圣这次献出的 可是诸葛口名摆设的霸阵图 四面八方四头八尾 左旋右转 有天地风云之机 龙虎蛇鸟之状 管教来者有来无回 果然第二天两军对阵 凡瑞直到是妖法一起封杀一来 敌军的阵势自然会被攻破 就让相处离滚 带着五百滚刀手前去闯阵 不过梁山这边好奇挥动 大阵展开纷纷滚滚 变作长蛇之阵 公孙圣手持松文古丁剑 念动咒语 瞬间递住了凡瑞的法术 而相冲离滚在八卦阵内 左秃右冲 如无头的苍蝇 正没有寻到龟鹿 四处扶兵却起来了 将两人直接给勾下马来 宋江当然不会为难相冲离滚 刚见面就将两人松绑了 不过宋江这么做 目的也是为了感动凡瑞 果然 凡瑞顺势也表示了回顺 就这样 历史悠久的盲荡山黑帮 也加入了梁山坡 从三打住家庄开始 宋江领着梁山好汉 东征西逃 打下了许多胜仗 每一次获胜 都代表宋江的名声 又大了一分 宋江收服的兄弟 又多了几个 到了盲荡山 三人归顺的时候 梁山上的好汉 已经有了八十九个人 其中有七十多人 都是宋江收来的 至于说大头领朝盖 他手下 也就是智取生辰纲 和老梁山的那伙人 朝盖眼见 自己的副手影响力 不断膨胀 他着急 他忧心 所以接下来的战斗 他必须领头 他必须获胜 正巧 宋江从旁荡山 得胜而回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叫 金毛犬断井柱的人 这个人有意思 红头发 黄胡须 是个盗马贼 他在北方 捣的一匹 赵叶玉狮子马 极为稀罕 断井柱自己 可不敢骑 不过他在江湖上 总是听说 及时与宋江 宋功名的大名 他就想 拿来给宋江起 谁知道 到了一个叫 曾头市的地方 被那曾家五虎 给夺了去 要说在古代 坐骑 也是一个人身份 地位的象征 如同现在的名车一样 到了这一回 全书可至出现了 两匹名马 第一匹 踏雪乌锥马 那是人家忽颜拙的 朝盖自然不能横刀夺爱 另一匹 就是赵叶玉狮子马 这匹马 要是被宋江给骑走 我朝盖面子 往哪里放 无论是为了面子 还是为了实力 朝盖打曾头市 志在必行啊 不过曾头市 可不是什么善茬 论实力 不输当年的祝家庄 祝家庄有祝是三节 曾头市 可是有曾家五虎 反观朝盖 他如今能指挥洞的头领 也就是刘唐 阮氏兄弟 白胜 这些是生辰纲老人 还有林冲 杜谦 宋万 这三人啊 是老梁山 除了这些人之外 朝盖还带了 忽颜拙 徐宁 杨雄 石秀等人 这些人 朝盖究竟能不能使唤的洞 那都是未知之术啊 更为关键的是 朝盖此行 公孙圣无用 竟然都没有跟着 林行之时 狂风大作 直接吹舍了朝盖的帅气 尽管有此次不祥之兆 朝盖还是一意孤行 不理宋将无用的劝说 直奔曾头市 却说朝盖到了曾头市 林冲非常给面子 他大了头阵 不过 曾家五虎 见到林冲这么厉害 后面几日 都是闭门播出了 到了第四天 忽然间有两个和尚来到寨中 说要带着朝盖 去借增加五虎的债 朝盖成功心切 轻易相信了和尚 他没想过 这一去将断送自己的性命 当夜 众人来到古寺 黑漆漆 一个人影也没有 朝盖箭壮 心知重计 连忙后撤 这荒乱中 脸上中了毒箭 众人连忙 护着朝盖退走 到了寨中拔下箭 却见 史文公三个字 这个史文公 是曾头市的武术老师 曾家五虎 可都是史文公的徒弟 史文公毒箭 厉害呀 到了大寨 朝盖已经是中毒很深 等回到了梁山 朝盖更是饮食不尽 浑身虚肿 宋江守在朝盖床边 不住地啼哭 朝盖身体沉重 转头看着宋江 贤弟 你保重 若哪个卓得涉卧的人 便叫他做梁山之主 说吧 朝盖闭目而视 宋江健壮哭得是昏天黑地 他身披重笑 即刻筹办朝盖丧事 朝盖死了 可是梁山不能一日无主啊 吴勇 公孙盛 林冲 这三个排名最前的头领 一直决定 推宋江做梁山寨主 经过一番推让 宋江还是坐上了这个位子 一坐上去 他就聚众商议 要给朝盖报仇 吴勇则建议 居丧期间不可动兵 待百日之后 待死机而动 却说这日 北京大明府高僧 大元法师 经过梁山坡 宋江听说 就把他请上了山 闲话期间 大元法师就提到了 河北玉七林 卢俊义的大名 说这人是河北三绝 手中棍棒 天下无双 梁山若得此人上山 必然是军为大振的 你要说 这个大明府在哪呢 也就是在现在的 河北省大明县 这么远的地儿 卢俊义这人 又这么有名 他怎么会来梁山落草啊 吴勇思考了半天 又对着宋将 不慌不忙 伸出俩手指头 哎 哥哥 我可略是小技 就能赚那卢俊义落草 吴勇究竟又出了 什么鬼主意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